这是觉悟了 一心一意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心 就是大菩提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前面已经皈依了 放弃自己 妄想分别之处 依靠佛菩萨的教诲 我们修进宗 只要依靠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经 现在进宗是五经一论 普贤菩萨行愿品 大师至念佛缘同章 往生论 这六种 六种里面 我们选择一两种就够用 不比六种度修 一心专念 这就是大菩提 深信因果 这个因果 我跟主委讲的很多 不是普通的因果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要相信这个 深信念佛 作佛 所以我们心里头 把什么都放下 万元放下 支云阿弥陀佛 支云极乐世界 你放得越干净 越好 你往生的几率越高 凡是不能往生的 没有别的原因 放不下了 由于丝毫的放不下 就不能往生 就把这一生耽误了 这是多可惜 末后两句 独送大臣 劝谨行者 这两句是为他的 立他的 前面九句 自立 这两句是立他了 要帮助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根性 不相同 一个法门 度不了 无量法门 度无量众生 这个样子 才要学法门 学法门 不是为自己 是帮助别人 尤其 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展开 华严 跟现前社会 一对照 佛讲的话 没错 佛说 在末法时期 要弘扬大臣 末法时期 众生的更新 是大臣更新 大臣跟小臣 差别在哪里 小臣是保守的 大臣是开放的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民族自由开放 大臣就是民族自由开放 小臣是封闭的 像古时候 专制的国家 帝王的时代 那个是何小臣 现在这个社会 不适合小臣 现在社会 我们展开华严 圆满的相应 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 我们懂得佛的教诲 所以我们界限扩大 我们跟世界上 所有宗教交往 这不是一个宗教了 所有宗教交往 不是一个国家 所有国家 不同的族群交往 那我们不读送大臣 不行啊 我们怎样帮助不同的宗教 不同国家的族群 帮助他们 断卧修善 帮助他们破灭开悟 帮助他们认识佛法 帮助他们学习佛法 这个里头 要由善侨方便 才能够化解 这个世间 国家 种族 宗教 许许多多的 误会 疑虑 冲突 这才能化解 这就是 消灾 灭难 今天 进宗学会 跟居士林的做法 诸位 在此地 虽然时间不长 有两个星期 仔细地观察 这两个星期 可能我们还有一些 宗教的活动 你们跟黎居士讲 一同去参观 你看我们跟回教的活动 跟此地 印度教的活动 道教的活动 是刚刚过去 大概整两个星期当中 有这些活动 你们看看 新加坡九个宗教 跟一家人一样 活足活足 像兄弟一样 各个宗 现在其他国家地区 还看不到 很少见到 新加坡带头 最近马来西亚 知道这个事情 他们要抢着带头 可能会比新加坡 做得更好 更圆满 他要在全世界 搞带头作用 他来找我 我们乐观其成 希望全世界 从这上面比赛好啊 从制造核武比赛 我对这个比赛 那个很搞背啊 这个比赛是和平啊 中文字幕——YK